1946年3月17号下午2点 国民党军统上海办事处的参谋长李重施 冒着大雨在龙花机场 奉命迎接从青岛飞来上海的他的顶头上司 国民党军统局的局长 人称戴老板的戴力 但是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迟迟不见戴力专机的到来 李重施心里不免疑惑 素来行踪鬼秘的戴老板到底在哪呢 此时重庆军统总部的毛人凤也同样焦虑不安 因为这样惯例 戴力每隔几个小时总是会给他发电的 然而这一次始终没有办法联络上戴力 到下午4点 毛人凤收到了李重施的密电 这个密电的内容让他大吃了一惊 戴力和他的专机神秘失踪了 这里是位于南京西南40公里外的一个小山村 它远离大城市的喧嚣 显得格外的安逸和宁静 坐落在远处的是戴山 1946年春天 戴力飞机坠毁的地方 这就是戴一龙建议之旅 1946年的春天 南京上空十分罕见地因临密布 雷雨交加 3月17日下午1点13分 一架军用飞机突然出现在戴山上空 当时戴山的村民 22岁的金正湖看到了这一幕 二人在家床 就往里城连 往上在学校 学校我探紧快入口的时候 飞机飞了 飞了 就拿进去 到那个大厂飞骨骑 飞到这个这边 听不清了 一开就回头 说回头 说回头 那个事情都不得了 这个 后来到的 大人就演了 从大人就演了 这大人就一直冲来搞的 当少的时候 我上个人 我到飞机面前去 这些人都就少跑了 知道 1946年3月18日凌晨 天刚蒙蒙亮 一夜没睡的毛人凤 急匆匆地来到重庆蒋介石的官邸 他必须向蒋介石 汇报一条重要消息 戴笠和他的专机 神秘密失踪了 当时军统内部也很着急 找 找了 找了一 一天一夜吧 就是没找到 所以被迫向蒋介石 汇报 睡梦中惊醒的蒋介石 让毛人凤有些意外 听完他的报告 听完他的报告 蒋一带往日大发脾气的常态 正正的没有说话 他当时就是下令军统 包括其他空军的力量 大力支持找 想方设法 要找到代理 就是火要见人死要见尸 这是蒋介石下的使命令 1946年3月19日 宁静的戴山突然热闹起来 许多军人来到这里 一架撞毁的军用飞机散落的残骸 就是他们关注的全部 当时的现场 就是尸体啊物品啊 这个比较散烂的 分布在一个半径 百米左右的一个范围之内 这个虽然因为气候恶劣 这个下雨冲着淋着 所以可以说惨不忍睹 跟随待理多年的警卫 甲金兰去了现场 从待理的牙齿 香的金牙齿 这个特点变成去了 还有个 背部窝里的一个衣片还没烧完的 带理全的衣服 这两件东西真实 1946年4月21日 负责调查代理死因的军统少将特务 沈醉再次来到戴山 这一次他找到了一把代理准备 承送给蒋介石的九龙宝剑 这边九龙宝剑是瓷纸太后的陪葬物 升天音盗墓 军法升天音盗墓 这个到到了这个无家之宝 后来这个蒋介石要追究升天音责任的时候 他为了救命 所以他想把宝剑通过带立 送给蒋介石 带立是委托他的手下 当时是在北方负责军统的马汉山站位保管 那么这个人是戴利很欣赏他 但是这个人在抗战期间背叛了 这个故事怎么讲呢 就是马汉山这个件事情又和日本的那个抓起来那个穿倒房子又有关 抗战胜利以后戴利到北平来处理汉奸案的时候 这个提成了这个日本方面的比较大的一个特务就是穿倒房子 穿倒房子这时候就讲出了一个惊天大案 就是你的住下你很信任在八年期间也被我们日本人抓捕 被捕后马汉山不但供出了大量军统的情报 还献上了价值连城的九龙宝剑 抗战胜利后 时刻关注宝剑下落的马汉山迅速逮捕了川岛房子 搜出了宝剑并把它上交给了戴利 不过这段投敌经历让马汉山无比恐惧 在审罪收到这边宝剑的时候 在军统内部确实有很多人怀疑 是马汉山做了手脚 谋杀了戴利 马汉山忽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项谨慎诡秘的戴老板的死因到底如何 1946年3月26日 南京为戴利举行了盛大的功绩 国民政府给出的官方结论是飞机失事 此后戴利的儿子戴藏仪多次上述蒋介石 要求立案令查 最终都不了了之 嫌疑最大的马汉山在逃 国民政府却给出了结论 难道这件事情另有蹊跷 蒋介石在面试他的时候 戴利有一句话给他一深刻的印象 戴利问他要是负责特务处的话 打算怎么搞 戴利当时是这么回答的 要是我负责特务处 我就准备 时刻准备 把脑袋 别在裤腰上面干这个事 蒋介石问他有这么严重吗 他说戴利就说我这个工作 这个性质就决定了 就是说我要是干好了 就是敌人会把我杀掉 我要是干得不好 校长会把我干掉 戴利他自己也说 他说他不是死于毛泽东之手 就会死于蒋介石之手 这说的确实是很有道理的 蒋介石可以干掉他 汉奸可以干掉他 他内部的抽家可以干掉他 共产党可以干掉他 所有的人都觉得都可以干掉他 因为他除了这种千夫所指的 这个一种 一种这种危机地位了 戴利死后 美国作家莱斯特沃克在哈伯斯杂志 写了这样一篇文章 把戴利作为中国的间谍王介绍给美国人 关于戴利的死他这样写道 他说这个故事天衣无缝 但是没有人相信 新闻简报是4月1号发出的 这一天是愚人节 你只要问任何一个中国人他的看法 他们都会笑笑说这不可能 相反 他们相信这位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王 仍然在享受着迷人的生活 而不可能被杀死 1953年毛泽东来到南京中山林革命烈士公墓市场 当走到埋葬带地的林古寺景区的时候 毛泽东向培行人员问道说 你们中山林这儿不是有个带立墓吗 在什么地方我想去看看 北京的人员告诉毛泽东 早在1951年的夏天 戴立的林木就已经被拆除了 现在已经根本看不到当年的样子 也没有什么人知道 毛泽东听后若有所思 他对中山林的管理人员说 真可惜 你们真不应该把它毁掉了 戴立的墓放在这里作为反面教材 也是很好的一件事 湘西上扰老城区的一户普通人家 他叫戴梅曼 戴立的长孙女 解放后被母亲留在了大陆 平静地度过了五十多年 关于祖父戴立 他的记忆已经非常的模糊 我去台湾探亲我妈妈为头 他讲你回去的时候 他讲你到南京那个墓地去看一下 你爷爷那个墓 我们先是找到那个南京通占部 找到他 找到他 他讲没什么东西 他讲好像 精神通占部 他讲好像没什么东西 他讲 就是好像过头啊什么东西都没有 他带我们去 是这样的 那我们去找到我爷爷的墓 是这样的 这没有墓了 虽然那个墓碑就倒了一地 都是草啊树啊 那是我先生一起去的 这个地方是党年戴立墓的遗址 原来的是呢 国民革命 阵亡降丝第三公路 这个地方呢 能够看到痕迹 这个二人面有这个室桌 当中的时候呢 有个供台 以及呢 旁边呢 还有几个石头椅子可以坐 后中间一个被 带雨龙将冲之墓 1951年 在南京市民的要求下 公墓管理处 请来当地的农民 撬开了戴立的陵墓 人们能够看到的 也只是零星的 尸体残骸 也是在这一年 戴立的儿子戴藏仪 因为解放前 上海共产党员 而被判处死刑 戴立与中共之间的恩恩怨怨 可谓有来久矣 戴立 原名戴春风 1897年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县 1913年 16岁的戴立 开始了在护航一带的 浪荡生涯 1926年 他南下广州 并改名戴立 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学员 也是在这一年 周恩来在上海成立了 中共特务工作处 整个中国的那个 隐蔽战线这一块来说 共产党是七点早 早开始是压过国民党了 1931年4月 中共特科主要负责人 顾顺章被捕叛变 中共在国民党内部的情报机构 遭到极大破坏 然而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 却能够化险为夷 顾顺章叛叛变 导致两个结果 一方面 共产党的隐蔽战线 因为他全部都知道 所以被迫的那个收缩往后退 而国民党原来不重视这一块呢 你看这个共产党 共产党这么厉害 无孔不入 而国民党呢 这个战斗力这么差 这个隐蔽战线战斗力这么差 所以就是加紧搞这个 而且是针对共产党的做法 来一个很重视建设 这一块隐蔽战线 1931年 918事变爆发 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 蒋介石开始加紧情报部门的建设 1932年 三民主义例行社成立了 此时 年轻时就开始为蒋介石 收集情报工作的代理 成为特务处长的 六名候选人之一 并最终得以胜出 战利上台后 为了报答蒋介石的信任 开始了大肆的搜捕行动 据民国史记载 1931年到1935年 近上海就有超过一万名的中共党员被捕或失踪 他对共产党呢 他就是真是手短 就是很凶残 对一切反蒋分子吧 在大后方 在国统区的地下组织的破坏 那应该说好像是 战利这种秘密警察 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311年到到35年吧 这个是国民党特务大发展 而共产党呢是 权限收缩 最后可以说是 瘫痪这一个词 战利逐渐成为蒋介石最新来的人 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 1936年 张学良杨虎成发动西安事变 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 前往西安 面见蒋介石 希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也第一次明确提出 取消战利的特务组织 1938年3月 已经对战利十分依赖的蒋介石 为了掩人耳目 把例行社特务处改成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战利任副局长 这个军统就由战利来管了 当时战利一直都是当副局长 局长当时是这个 都是由蒋介石 持统师的局员来监议 开始是火要走啊 这些局长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军统 他的一切费用 他的一切费用均由蒋介石直接管理 战利也借此大规模创办各种训练班 扩充实力 1937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不抵抗政策 让正面战场的军队移出机会 这却给了戴利新的机会 他的特工人员进入沦陷区 以各种形式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 他建立了好多游击队 各种名称不一样 救国军啊 游击队等等这些 还有一些他从 他从主要是敌尾的力量里面 去撤反控制 扰乱日委统治区的经济秩序 那么这些都要靠这个 都要靠这种秘密战线来做了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在 就是对日委的这种破坏 对南京 上海 北平 因为我们当时看到 如果哪一个就是说太过分了 就干掉了 那时候当时看完事情 就是大汉年的话 说干掉就干掉了 那这些呢 完全都靠他的 正面战场的不断失利 让戴利的秘密组织 显得愈发重要 1941年的一天 军统的情报人员 破获了一条重要的日军密码 最后他们迅速把这个消息 告诉了戴利 军统的这个争议机构啊 也破译出来了 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一些活动情况 通知美国大际上说的 日本的军舰在太平洋上 活动平方有袭击珍珠港的意向 你们要密切注意 美国也是不下去 中共我们都破译不算 你们中国还有这个能力吗 1941年12月7日 日本人袭击珍珠港 毫无防备的美国人损失惨重 当然 美国人对戴利的特务组织 也开始刮目相看 1942年5月 美国海军中校梅勒斯受命来到中国 他此行的目的就是找到戴利 与他合作 梅勒斯过来以后 戴利就很想跟美国人合作 他想利用美国的装备 武装他的那个就是特务装 就发展他的那个中美救国军 1943年4月 中美合作所成立 这标志着戴利和美国人 开始了各个领域的合作 美国人带来了世界上 最先进的装备和技术 这让戴利和他的组织受以匪切 最后梅勒斯他们来成立 中美合作所一下就培训 帮他们培训装备五万别中队 一方面他肯定要对外党 对这个我这个党之外的这个党 力量要进行这个 收集情报要监控 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对内部的 他在每个军队里他都有他的情报员 军队的一举一动 每一个领导者策划者的行言行 他都了如指掌 戴利确实知道国民党内部的东西太多 而他这个东西呢 还不是说好像是国家大事太多 是知道别人的隐私态度 戴利老板的势力 似乎已经超越秘密战线的范畴 这一时期戴利也达到了事业的顶峰 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人 等于是无缝不专的那种 他的那个组织渗透到各个社会的各个层面 包括水路交通 油电 货运都给他管 他这种势力超越了什么 超越了这种规则 法律的范围之内的权利 他已经超越在这直上 他不是说好像通过 好像是那个就是 正式的这种逮捕起诉 他不是的 他情职系统那个东西 完全那种非常特别任务 他特别任务就是 随着他就可以把一个人搞掉 可以抓起来 可以搞掉 那么这个东西 别人就确实很恐惧 戴利那些不再秘密的秘密力量 让所有的人都感到了恐怖 也让蒋介石感到了深深的忧虑 三十年开始跟我混 混了几年之后 经过一个抗战之后 你马上功高震驻 已经到了非常可怕的程度 非常可怕就你几十万军队 远远超出我正规军的这个力量 你可以干啥 李公普 干啥 温尼多 那都不是要干啥 公开就是公开的枪杀 那按啥的更多了 那你有一天 也可以干啥 我蒋介石了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 应该说无论从哪方面考虑的话 都应该对军统 包括戴利 都有一个 都应该采取 就是 缩小去权力和地位 这个打算 1945年 机会来了 全体中国人民 沉浸在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的喜悦中 8月 毛泽东飞抵重庆 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明确提出了 取消戴利的特务组织 此时 这一呼声 已经是全中国人民的强烈意愿 戴利在一夜之间成为重视之地 1946年的1月 蒋介石单独跟戴利 作了一次谈话 就明确跟戴利讲 政府将要改走 国党国派将会有人参加 军统要取消 从某种角度来说 这也是他的高明之处 一方面就是可以应付这个舆论的压力 另一方面呢 当时确实 军统也好 戴利也好 这个势力也太庞大了 不仅共产党觉得这个力量很可怕 共产党其实就是要废除特务政治的话 那主要还是指着就是总统和军统 国民党内部的这种 稍微开明一点的也害怕 后来就等于说他们成为什么呢 就是成为统治的有效工具 但也成为所有人的不满发泄的这个 一个对象了嘛 此时的戴利自己也许深深的知道到底要发生什么 他也许是生平第一次隐约的感受到了恐惧 1946年3月 戴利显得异常繁忙 他乘着专机往返各地 寻求美国朋友帮助他成为中华民国的海军司令 戴利利用这种私人关系 没有跟上级这个打招呼沟通 就直接去和美国海军方面打交道 像谋求海军司令这个职位的话 更引起蒋介石的不满 戴利用他的实力 用他个人的实力 和美国人打了一个特殊的交道 那也有一天可以把蒋介石给抛开嘛 蒋介石似乎最有理由对戴利动手 然而戴利或许还不知道 想要他性命的除了他的校长 还有他的学生 马汉三戴利最信任的学生 因为投敌便捷的那段往事 而时刻恐惧心慌 他知道戴利不会放过自己 所以马汉三也有寻找机会 对戴利下手的动机与可能 马汉三才去先下手位墙 在知道他要去青岛 去上海这个行程之后 所以派了刘玉珠 就是先去了青岛 有些人怀疑刘玉珠在青岛 就是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 做了手脚 上了飞机安放了定时炸弹 中共方面或许也在关注戴利的动向 也或许戴利的身边 就有中共的地下党员 毕竟戴利与中国共产党之间 已经是十几年的恩恩远远 国共之间的较量要开始了 国民党的军队是一种力量 但是国民党的秘密 军队秘密进入这个系统 几十万人 而且抗战期间的去发动这种 和日本的这种经济战 和轮圈区的经济战 就这个力量 那对中共要 不是中共发动那战 就是对中共所面临的 和国民党的决战 干掉它 完全有可能 1946年3月 蒋介石给戴利发来了集电 要求他务必在3月18日之前 赶回重庆 商讨军统的去留问题 戴利踏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 几个小时之后 神秘地消失在南京的上空 戴利死后 虽然流传着各种形形色色的死音说法 但最终都因为没有证据 而不了了之 1948年9月 失踪的马汉三 在南京被秘密处死 熬仁凤在一份 给蒋介石的绝密文件中 指控戴利是被马汉三所谋杀 不过 耐人寻味的是 马汉三被处死的罪名是贪污 而不是谋杀 当然也有人说 戴利是被美国特工谋杀的 1945年 日本投降以后 美国战略情报局探听到 戴利要对过去 所有和日本人合作过的中国人 进行一场大屠杀 情报局所有的人都认为说 这将是一场没有正义的大流血 必须要制止这样的屠杀 所以美国战略情报局 就得到了戴利将在青岛过夜的情报 这之后 他们迅速指示美国特工 在戴利承受的专机的 弃压剂的保险丝上 做了手脚 戴利坠机摔死之后 有一位美国的间谍用品发明家 认为 他说戴利乘坐的飞机的 气压剂保险丝 的确是被人做了手脚的 这位美国专家坚信 戴利是因此而死的 感谢收看 凤凰大视野 明天请继续关注 民国一案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